大家晚上好啊 现在我们这天还亮着呢啊 晚上九点了 西班牙呀天长 这个日照特别好 这是那个老人呀 什么的养老的呀 到这来合适 这个就像美国南部的阳光州 佛罗里达呀 路易斯安那呀 适合人养老 这个这两天啊 两会又召开了啊 两会又召开了 这个 我跟这些两会的代表委员啊 有过一些接触 还都是大咖 大咖 跟谁接触过呢 跟这个吴建民 吴建民 他是驻法大使原来的 国际展览局的主席 外交学院的院长 后来就到全国人大当新闻发言人 还接触过龙永图 龙永图 吴建民是江苏人 龙永图是贵州人 当年中国这个入室 主要是龙永图谈的 然后呢 他有一个女婿 大概大概是在京广中心工作 然后我认识京广中心的一些人 跟他很熟 吴建民可惜啊 去世了 去世了 然后这个 他们都是新闻发言人 似乎 尤其是吴建民吧 肯定是正邪的新闻发言人 在座谈会上 跟他聊过 然后还跟他合过影 都在我的博客里 现在我的博客打不开了 打不开了 快四年了 嗯 写了八九年 然后几百万 几百万次的点击吧 然后这个 说说两会吧 两会他们都住哪 这些代表委员 这个要达到一定的条件 不能离人民大会堂太远 是吧 因为每天过来开会 这个另外呢 档次要足够的高 是吧 太低了也不合适 是吧 委员们 代表们 这全国一共才出来 两千九百多人吧 不到三千人 这都是咱们的宝贝 是吧 都是宝贝 这个咱们都得珍惜他们 他们很金贵 是吧 这些人的身价也都不低 要不然是高官 要不然是老模 要不然是明星 要不然是大老板 富翁啊 福布斯啊 华润 不叫华润吗 胡润啊 所以呢 他们要住的地方比较讲究 呃 我准备分两次聊吧 先聊全国政协 全国政协 呃 对 刚才说的条件 一个是 这个 离人民大会堂 不能太远 一个是档次足够高 第三个 周边的环境 包括酒店 呃 从院落开始 从围墙 到楼层 到餐厅 到会议室 安全保卫 保密 各方面 还要好安排 这个地形 格局 规划 设计 啊 还要考虑这个 主要这么三大因素吧 咱们说说啊 说说 政协委员住哪呢 和人大代表团呀 以这个省 区 市 啊 当然还有一个单独的叫解放军 啊 人数也非常多 一共人大应该是35个代表团吧 还包括了港澳台 那么政协委员呢 因为是按照戒别组成的 他是某某戒 哎呀 抱歉啊 我这有点鼻炎啊 有点花粉过敏 因为是按照戒别组成的 所以给他们安排住宿呢 就相对容易 那么 而他们的住地呢 就相对的固定和集中 他不像那个 人大代表 必须按照省 按照代表团来安排 一般而言啊 每年只要七到九个酒店 啊 就是宾馆饭店 就可以满足 所有全国政协委员的需求了 那么呢 有五大金刚 五大金刚啊 五大生理军 五大主力 第一个北京会议中心 北京会议中心是属于北京市委市政府的 在北五环 北五环望京的东边 然后那个北原的西边 在这个望京和这个和这个北原中间吧 北五环 然后这个地儿南边原来是七八九信乡 北京是少年饭管教所 过去这一带应该就是荒地 然后这边有一个叫什么 白草蛙还是叫什么 有一个 有一个郊野公园吧 还是叫黄草蛙 叫黄草梁啊 好像有个黄字有个草字 这是一个 新的公园 在他的南边 然后在他的东南方向 大概啊 如果我没记错 有一个高尔夫球场 叫什么高尔夫球场 据说是陈希同啊 还是刘琪啊 刘琪 刘琪经常上那去打球去 是他的点 所谓的点 一般大领导啊 在宾馆饭店 都有长期包房的房间 专门给他留的 别人不能住 然后呢 这个北京会议中心 我没进去过 但是我知道北京市的两会 和其他一些重要会议 基本上都在这举行 相对来说 他也在郊外了 五环边上 前些年这地方更慌 更慌僻 更僻静 所以在这开会比较安静 然后他的马路对过 就是总参的一个炮兵研究所 还有一个兵工厂 那个兵工厂是我的客户 然后再往北一点 是华都肉鸡公司 北京市畜牧局的 畜牧总司的 原来我从他们那拉货 他们是我的供应商 再往北就是利水桥这一带 有一个中国航空工业总医院 我的客户 再往北有一个地址吧 方面的一个勘察院 可能原来也买我东西 再过去就是天通院了 就是昌平了 这是北京会议中心啊 然后有北京有一宾馆 有一宾馆在海淀区 北京会议中心属于朝阳 海淀区北三环 这个双鱼树 双鱼树不有双安商场吗 双安商场原来是北京手表厂 然后马路对面有一个宾馆 叫燕山大酒店 现在那宾馆不行了 然后马路的西北角是中国人民大学 马路南就是友谊宾馆 然后他的东边是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科院 然后这个友谊宾馆 为什么叫友谊宾馆呢 叫Friendship Hotel 是国家外专局 国家外国专家局的 友谊这个词 在中国的汉语的语境里 在中国大陆的语境里 很多时候指的是国与国的关系 中国人之间很少谈友谊 中国人之间叫交情 叫交情 外国人之间和中国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我们有传统友谊 是这样说的 这个友谊宾馆 友谊宾馆里边一栋一栋的小楼 然后有一个建银饭店 这个建银饭店我就不太熟了 是这些年建的吧 建银饭店 能给查一下吗 建银饭店 看我这有那个我们领导在这 让领导帮我查一下啊 北京铁道大厦 北京铁道大厦 我知道在西客站 西客站应该是北广场 往东一点 这个铁道大厦吗 跟铁道部有关系 然后他离这个西客站往北 离这个洋房店啊 汇城门啊 这个军事博物馆啊 这边比较近 这个洋房店有一个叫 北京 不叫北京 叫铁路总医院 铁路总医院 现在有可能改名叫市济潭医院 市济潭就是江泽民建的 这对江泽民执政的这个所谓的风水有好处 包括白洋店的蓄水 当年据说有高人 有大师 跟江泽民说 北京是龙 这是龙脉 这个北京这个龙嘴 坐北朝南 皇帝是坐北朝南 那么冲着南 这个龙得有一个龙珠 这个龙珠就是白洋店 那你必须让他有水 之前白洋店是干的 上游大量的建这水坝水库 都给结霉了 就最近建的雄安新区 是否跟风水有关系 我不太清楚 但是这个太后 太后是高洋人 河北高洋县 高洋 白洋店南 店南也挨着一点边 我们仁秋在东北 占白洋店16% 百分之七八十是安新 我们叫南新 南新县 雄县也占一点边 所以雄安新区 安新 雄县 雄安 加上农城 所以这雄安新区 不知道是否有太后的旨意 或者说因为那边都是我们白洋店 季中平原 是否有这个风水啊 各种的考量 就不太清楚 然后呢 咱们再说这个 这是铁道大厦了 然后贵宾楼 贵宾楼大家都知道 霍英东搞的 实际上它是北京饭店的升级版 北京饭店的 就是加码 让它高级一点 老的北京饭店已经不行了 年头太长了 所以建一个贵宾楼啊 所以这个五个五大宾馆 是招待政协委员的五大生理军啊 这是政协的啊 然后待会儿咱们再聊聊人大的 还有我在北京 我了解的一些宾馆 他们是什么背景 我跟大家再说一说 好吧 谢谢了啊各位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 感谢观看